你们能帮我上一下防滑链吗 我这个玩意有点不会真的 你们有会装防滑链的吗 没有 大哥你会装防滑链吗 不会装啊我这个没带过来啊 你也不会装吗 我这个我一个人我装不上 大家好 乔丽先生是从那去去往八清的布山 这一路上到处都是美丽的雪景 可能昨天晚上下了大雪吧 景色相当漂亮 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路中间是被车跑了 然后没有什么冰 但前面好像堵车了 好像是都在上防滑链 我的车要怎么办 没事这么多司机总有会上的 走吧找人帮忙去 现在这边这一排呢并不是堵车 是全部都停在装 停下在装防滑链 但我看好多都是新手都不会装 然后他们装的这些防滑链不一样 你们能帮我上一下防滑链吗 防滑链这个话也有点不会真的 你们有会装防滑链的吗 没有 大哥你会装防滑链吗 不会装啊我这个没带过啊 好吧 你也不会装吗 我这边我一个人我装不上 我一个人呢实在是装不上 然后最后呢在这边 是交警叔叔帮我装的 是两个人 然后一起弄 完了过后我得我得在上面 开开前开后 然后左右的开 一个人弄的话是真的弄不弄不动 就这样几个大哥帮忙然后都好难上 我确实自己从来没有上过防滑链 之前在神龙驾游一次 但那次有队友然后他们帮我上的 这个一个人上是真的很麻烦 三个大哥在帮忙弄 完了过后我就不停的要把车往前挪 往后倒 天妈犯了 这个怎么赢 是冰用的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冰雪路面 整个白茫茫的全是 然后看一下 太难弄了 我不是当的那个 你不信吗 嗯 嗯 你不信吗 他是刚刚趴在地上帮我弄那个 然后弄了很多雪在背上 这个卖防滑链的老板他坑我 他给我拿的防滑链不一样 我说这边这个防滑链 缺了这么大一截 没有 短太多了没办法只能用笋子 这样给他绑起来 就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只能这样子了 希望他等一会不要动掉吧 因为这边我笋子只有一截 然后他们怕我这个笋子不太稳 然后又帮我缠了一遍又一遍 哎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然后哎 也没有什么好送的 我都非常非常不好意思 就拿了点水果 哎 我真的 现在那个这边轮胎还好 他就 绑起来没问题 但这边这个轮胎 他是缺了一段 这里这一块 连接不上 但只能这样子了 如果没有带给他们的帮忙的话 我一个人我真的弄不上的 在这边呢 弄的都快一个小时了 而且是这么多人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不然的话我一个人真的是要飞掉了 没问题 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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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了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好 再见 再见 现在防滑链做好了 我只能慢慢的跑 我怕把那个绳子给跑断了 这会十几麦 十麦多一点点 太难了 大雪呀大雪呀 第一次走这样的冰面路段 这防滑链的声音可真要命 前面刚刚问了那个大哥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前面多久 才有村庄 然后这个防滑链的声音可真大 红隆红隆的 前面呢也不知道还有多远 据说是要翻一个牙口 刚刚我因为我没有拧的这个头 然后跑的响声特别大 这边借用了一下 那边那个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哦 好像挺紧的 应该没问题 虽然有四分之一的 漏在外面的 可以了 安心出发吧 看一下这 满天的大雪 满山的 又开到快十点了 我本来不想开这么晚的 打算七点钟就租车的 结果呢 一路上来那个冰雪露面 让我迫不得已一直走着走 饿死了 说好的今天晚上吃火锅的 那菜呢 我是已经给备上了 开煮 就得是这样一个人的生活呢 也要美滋滋的 是吧 哎呀 香 真香 其实吃火锅比做饭还要简单一些 做饭还要炒 这样那样的麻烦 还有鱼 热的肉圆子 还有鱼 我现在车外呢就全是冰雪 看到没 雪还挺厚的 就相当于是冰天雪莉莉 整火锅 哈哈 完美 好了 现在吃撑了 然后还剩了很多火锅 这个呢就是明天中午的 可以接着可以再造一顿 一顿两吃 OK 现在收拾了洗漱 睡觉 啊